大家好 上一讲我们已经谈到了自然人的相关具体规定 那内容有点多 不过大家不要着急 你冷静下来仔细清理一下会发现 不外是三大层次的内容 首先是时间 自然人出生时间死亡时间的认定 其次是住所 自然住所的认定 然后就是三大能力 一自然人的明示权力能力 二自然人的明示行为能力 这里边不仅仅包括自然人明示行为能力的认定 还延伸出来一小丢丢关于明示法律行为效力认定的问题 然后就是自然人的行事责任能力 那这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谈到过的自然人的相关具体规定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看的是法人的相关具体规定 那在这里首先提一个问题 法人是人吗 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内容人吗 来看一下法人的概念 谈到 法人制度是指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团体 以法律人格 使团体的人格与它的成员的人格相互独立开来 从而使这些团体成为了独立的明示主体 好 那概念本身肯定是不需要去死尽被的 因为我们没有墨写概念的题 主要是借助概念理解一下什么是法人 好 那回答我的问题 法人是人吗 看一下 概念当中明确的指出了 法人本质是一种团体 是组织 前面我们在 法律主体种类的那个大表当中 法人是列在组织这类主体当中的 所以法人跟赞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他是团体是一个组织 那聊到这里有同学可能马上要质问我 老师我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 某某总是这家公司的法人 那某某总他难道不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吗 某某总当然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关键是 生活当中 人们在这个情境下所说的这个法人 不是我们这的法人 他那个法人 实际上是一个 不太规范的一个简称 完整的来谈他所说的那个法人的话 应该叫法定代表人 他说的意思是 某某总是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那法定代表人是一个赞人 这个没问题 但真正的 我们在民法典当中 在公司法当中谈到的这个法人 指的是 这个团体 这个组织 他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是一个团体 是一个组织 坚决不是某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这是第一个要给大家谈到 那么第二个 这个为什么叫法人呢 因为是法律 制度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关键 或者说同学们要get out的一个最核心的技能 也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谈到公司 股东对公司债务 它是没有什么无限责任 无限连带责任的 股东承担的是什么 有限责任 我上节课给大家聊到过这个问题 公司是非常典型的法人组织 那么股东是这个公司的成员 团体人格 公司人格 要和他的成员 股东的人格相互独立 是的 你股东出资设立公司 我们之间是有联系的 但是股东是股东 公司是公司 我们两个的人格是独立的 我们是完全独立的民事主体 虽没有特殊情况下 那你出资财产 不再是属于股东的了 是我这家公司的 你股东的手不要太长 上我们公司来请占财产 占用财产 不能 是的 这是你的出资 可是财产已经是公司了 我公司是个独立主体 这些财产已经是我公司了 你不要随便来请占和占用 你就回家坐等分红就好了 当然 公司和我股东之间 是独立的两个主体 他们之间是有风险隔离强盗 公司要是在外面惹了一屁股债 我们前面给大家聊过 股东就是把投进去的这些钱 亏完拉倒 你该破产破产去 这把火轻易是不烧到股东身上来的 叫股东承担的只是一个 有限责任而已 所以法人制度这里 我们教材收入的规定 它都比较抽象 但是本质上 咱们考试组织部门 希望大家去把握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一定要能够把他的出资人 和这个法人 最典型的法人团体就是公司 能够把公司和他的股东之间 视为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来对待 有联系 但这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 好 这是这个概念当中 根本不需要被 也应该不会在这里 给大家设一个文字题 说你来选择或者判断 不会 但这是你要get到的一个最核心的技能 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个 那么紧接着第二个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力能力 人之为人的资格 那么法人之为法人的资格 民事权力能力 还有他会有民事行为能力 然后依法独立的享有民事权力 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好 那这个法人的民事权力能力 和民事行为能力如何 咱们教材并没有给大家展开讲 但是我觉得还是得给大家补一句 所以呢我们就在轻衣里头 给大家做了一个小解释 大家知道法人是从他成立的时候 就民事权力能力 和民事行为能力同时产生出来的 那么这个能力范围有多大 主要看他营业执照上 规定的经营范围有多大 但是他和自然人不一样 自然人是一出生就有权力能力 然后慢慢展大 然后从不民事行为能力 变成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再变成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吧 自然人是这么一个递进的过程 但是法人不是 一出生的时候 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 就同时产生了 然后等到这个法人终止的时候 他的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 就同时消灭掉了 所以同时产生 同时终止 然后呢 再给大家扩展一点点 法人以公私为例 他的成立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营业执照的迁发日期 现在营业执照一般上面会直接注明 这个公司他的成立日期是什么时候 但老规定来讲就是营业执照迁发的时候 视为这个公司成立的时间 那这个法人什么时候终止 咱们后面会学到 这是今年一个比较重要的考点来的 也就是大家需要会区分解散和终止这两个概念 终止指的是 我们解散也解散完了 清算也清算完了 然后把有关的登记给他注销了 好 这时候才说这个法人是终止了的 好 那第二个小规定 看起来是法人一个基本概念的 另一种角度的展现对不对 然后呢教材因为他就是 比较抽象的收录了一些 民法典总则编当中的规定 没有给他展开那么多内容 那么我想辅助理解来说 给大家扩展了一个小解释 给大家扩展了成立时间 终止时间的一个认定问题 这个主要是听懂 好 那么第三是关于住所 那我们先回忆一下 自然人的住所是怎么认定的 比如说户籍所在地 和经常居所不一致 应该把哪个地方认为住所 经常居所对不对 判断题今年的新增点 那么法人呢 法人要以他的主要办事机构 所在地为住所 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 那就是要把主要办事机构 所在地登记为住所 那如果我们看到题目 不是说法人 说公司 那你要会换进去 我们前面给大家谈到过了 公司是非常典型的 有利法人 当然 一定注意啊 我们学过的东西 不要被带淡薄了啊 这个法人 仅限于盈利法人吗 不啊 盈利法人 非盈利法人 特别法人 对不对 我们只是在讲 法人制度的时候 公司是非常典型的 一个法人 所以我们经常会拿公司来举例 但你不要被带淡薄了 法人有盈利法人 非盈利法人 特别法人之分啊 这概念是大概念 只是公司是最典型的 我说清楚了吗 好 那么谈到 如果公司的住所是在哪里的话 你要把这个规定会应用过去哦 主要办事机构 所在地为住所 登记的时候 就把主要办事机构 所在地 给他登记为住所 就可以 好 这是第三个住所 第四个是法人的组织机构 那么法人的组织机构 我们也把它叫做法人机关 法人作为法律关系主体 要独立参与法律活动 必须要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团体意思 我们刚刚在第一个 属于学历性质的概念当中 给大家谈到 法人他不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他是一个团体 是一个组织 那么作为一个团体和组织 如何产生出我们这个团体的意思了 那就是要通过法人机关 法人的组织机构 来产生出意思 并且通过这些组织 把我这个团体的意思 去付诸实施 好 那以公司为例 大家一定要理解 因为这块东西 特别的概括和抽象 那么我们只能给大家举 非常具体的例子 所以动不动就是以公司为例 但千万不要被带淡薄了 法人不仅限于公司 盈利法人 非盈利法人 特别法人 我老强调这个点 您注意 好 我们把话题收回了 咱们以公司为例 公司的组织机构 最主要的 一 股东们坐在一起 股东会 股东大会 有限责任公司叫股东会 股份有限公司叫股东大会 这代表的是投资人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 一个组织机构 那么 投资人 这么多股东 他不可能天天坐在一起 来决定一些具体的事物吗 所以他们就会选举出 董事监事 包括以后 日后您肯考更高级别的考试 还会谈到说 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监事 现在先放放 现在您先知道 投资人全部坐在一起 这是股东会 股东大会 如果他们不能天天管事的话 他们就会选出代表 来变成董事会 监事会 那么董事会是一个执行机构 它主要是一个 整个经营管理的决策 那么监事会呢 它是一个监督机构 监督董事会 监督他们的各种各样的 这种经营管理行为 好 那 以公司为例 股东会 股东大会 董事会 监事会 这就是它最主要的组织机构 这家公司要怎么经营下去 要干什么事情 是通过这些组织机构 去形成它的团体意思的 后面考到中级 考到住跨告诉你 啊 他们来做决议 怎么过半数通过 怎么三分之二通过 对不对 好 他们形成团体意思之后 主要是执行机构 再往下走 可能是总经理等等 各种级别的具体人员 去把这些团体的意思 付诸实施 啊 所以这个法人的组织机构 这里 我们只能谈一个具体的 啊 以公司为例 是这么一个处理方式 当然 有同学问 老师 我们公司没有董事会 但是 没有董事会 一般就是小公司 股东人数较少 呃 规模较小的 有限责任公司 可以没有董事会 可是会有执行董事啊 会有一名执行董事 你们公司没有监事会 那说明公司是 股东人数较少 规模较小的 有限责任公司 啊 可以没有监事会 但是会是一至二名监事 啊 所以这个组织机构 可以是会议的形式存在 也可以 啊 也有可能 是某一个 或一两个自然人的 这样一个存在 啊 这个大家知道 好 那么 法人组织机构 再往下走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人 叫法定代表人 这就最开始 同学们说的 啊 某某总是这家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 啊 那法定代表人 其实就是代表法人 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 呃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还有一个词 叫代理 生活当中 也经常用到 代理人 和他所代理的 这个被代理人 是两个人 我代理你 去干什么事情 咱俩是两个主题 但是 法定代表人 这里用的不是代理 用的是什么 代表 代表和代理的区别在哪里 代理人 被代理人 是两个人 代表人 和他所代表的 这个组织 是一个主体 两个主体 和一个主体的区别 或者再给大家一个 很具体的一个形象 我们在预习班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票据 或者生活当中 您经常也会看到 各种各样的单位签章 对不对 有没有注意到 单位在各种情境下的签章 它往往会体现为 圆戳戳和方戳戳 圆戳戳 这个单位的 也许是工章 也许是财务章 方戳戳 某个 很牛的总的 这个私章 那整个在一起 圆戳戳和方戳戳在一起 我们说这是这个单位的 一套章 为什么说它是一套章呢 因为这圆戳戳方戳戳 捆在一起代表一个主体 好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了 法定代表人的这个方戳戳 是不是我这个主体 这套章里头的一个组成部分 啊 谁就能理解过来了 这个某种和这家公司 其实它是一个主体 并没有变成两个主体 而这个某种的行为 就视为是这家公司的行为 来对待的 所以这个很牛的 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法人的 这个人 叫法定代表人 好 那我再问一句 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听到的法定代表人 就是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那 税务局可不可以有法定代表人 是税务局的法定代表人 可不可以 啊 北京大学的法定代表人 有没有聊这种事 也有 啊 你要是发愣的话 那就说明 我们讲大概念 法人是包括 盈利法人 非盈利法人 特别法人 然后我们在这讲 具体事情的时候 老蚁公司举例 因为 他必须确切到一个 具体的一个组织上去 对不对 啊 你要是税务局有 法定代表人这事 琢磨不过来 啊 北京大学有法定代表人 这事琢磨不过来 就是 概念被带淡了啊 只要是法人 不管是盈利法人 非盈利法人 特别法人啊 都可以有法定代表人 那么这个人是代表整个法人组织存在的这样一个一个法人当中的一套章的这一枚方戳戳的部分啊 好 那既然他是代表 他就是这个主体的一部分 那么 所行为的法律后果就由这家公司啊 由这个某某局来承受啊 然后第三 公司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 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这家公司啊 假公司限制他的法定代表人王总 说只能签一个200万以下的合同 结果王勇出去以后签了一个500万的合同 怎么办 那你这个小于等于200万 假公司和王总知道 出去跟乙公司签这500万的合同 乙公司是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的 所以这个乙公司只要他不知道 200万权限限制存在 就是个善意第三人 所以呢 你们那200万的限制不得对抗 意思是这500万的合同是有效的 假得对乙履行合同 履行完了之后 如果确实是这个王总瞎折腾 那假再来要求王总 对他给公司带来的损失进行赔偿 好那么三四这两条 应该来讲它应该是属于中级或者筑块的考点 但是初级经典教材就带了一笔写进来的这么一个东西 我呢就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你有基本观点的把握就可以了 不用太纠结 好 再往下走 法人设立当中的责任承担 那我们看到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说 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 后果是法人承受的 那万一这个法人没有成功出生 聊到这句话的时候 应该要联想到考点才对啊 我们前面有一个考点说 胎儿有没有民事权利能力 在某些事项上它是有的 但要求活着出生对不对 如果免出的时候是死体 就不谈民事权利能力了 同样的 在设立过程中 设立人为设立法人去从事民事活动 那这个法人有可能成功出生 也有可能未能够成功出生 未成立 那未成立的情况下 法律后果要由设立人去承受 设立人是两人以上的 这两人要对设立过程中的这些债权债务 想要连带债权 承担连带债务 这是第一个层次 先看啊 不着急 第二个层次说 如果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以自己的名义 他没有以设立中的法人名义 而是以他自己的名义去从事民事活动 那未来产生的法律责任 第三人是可以找这个法人 也可以找这个设立人 也就是这个地方 大家理解一个状态 我这个设立人王某 在这份合同上 白纸黑字签的是王某的名字 他没有以我要设立假公司 设立中的假公司的名字在这签章 他签的是王某的名字 那他就是合同的当事人之一 讲的是这么一个原理 好 那这个点 教材力有 难度有点高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中级的考点 而不应该是初级的考点 但是既然有 就给大家稍微的展开讲一下 您不用苛求自己太多 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 王某为设立假公司 假公司是王某拟设立的 法人 盈利法人 那么王某为设立这家假公司 和已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 租来这个房是要用于假公司的办公室用的 首先 如果这个房屋租赁合同是以设立中 假公司的名义去签订的 假公司打个仇还可以刻个章呢 这个如果是设立中的假公司名义签订的 那假公司成功出生之后 你说这个房租应该可以找谁要去 可以找成功出生的假公司要去 当时他以胚胎的名义 作为成住人签了一个合同 现在成功出生了 那就找这个出生后的假公司去要租金 没问题吧 那如果当时王某自己以自己的名义签合同 没有以假公司胚胎的名义去签合同 以王某的名义签合同 可假公司成功出生了怎么办呢 一 以可以要求这个成功出生的假公司承担支付租金的义务 也可以要求王某 这个是一个二选一的概念 您琢磨一下 是这份合同是王某为那胚胎签的 所以他成功出生了 我就找这个这个假公司要吗 但是你也不能否认呢 以王某名义签的合同 是不是白纸黑字写的成住人王某 我管王某要租金也可以 好 但是你就不能两个人都去找 事情很简单 你要觉得这是为胚胎要的 那就找假公司 你要觉得这不是我要认为白纸黑字写的成住人王某 那你就找王某 两个人要么找假公司 要么找王某 不能同时去 两者是二选一 好 再往下走 那如果这家假公司没有成功出生呢 前面是假公司成立了啊 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这家假公司胎死腹中没有成功出生 那没有成功出生就没有假公司的存在了 所以租赁合同不管当初是以胚胎的名义签的 还是以王某的名义签的 我们都只能找王某 但是如果这家假公司不是王某一个人来设立的 是王和李共同设立的 那我们讲王李 设立人为两人以上的要承担连带债务 王李这两个人要对这笔租金承担连带责任 好 连带责任是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终极的时候 一个要重点展开讲的概念 我其实很不想给初级的同学们讲 觉得这个教材收录到这个层次 就是有点拔高了这个考试级别 但是教材里有 我们从备考 从防守角度来说 谨慎一点点就还是给大家解释这个概念 但是您尽力不用苛求自己 什么叫做连带责任呢 爱找谁要找谁要 爱要多少要多少 这是连带责任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 什么意思 来 现在出租方是不已公司 谁对这笔租金 已公司要租金啊 谁对这笔租金承担连带责任呢 王某和李某 爱找谁要找谁要 意思是 已公司要这笔租金的时候 他可以找王某要去 也可以找李某要去 也可以王和李两个人 我都找 这就叫爱找谁要找谁要 王李对这笔租金 它是连带责任的 第一句话听懂了 第二句话 想要多少要多少 爱要多少要多少 当然租金这个范围内 欠付的租金范围内 比如说他欠付的租金是十万 那么 在十万的范围内 我可以这十万就找王某要 我也可以这十万就找李某要 我可以找王某要五万 找李某要五万 我可以找王某要四万 找李某要六万 都可以在乙面前 王李这两个承担连带责任的人 他没有先后顺位之分 他也不谈什么份额之分 只要这两对乙是承担连带责任的 好那这个乙就牛了 爱找谁要找谁要 爱要多少要多少 您评评这句话 好这就是所谓的连带责任 但实话实说 初级的同学们说出个题 考到什么叫做连带责任 甚至说把我写的这个案例 设立中的责任重担 这样案例化的来考察大家 我觉得是有点过分的 因为这个是到了终极啊 注快啊 很明显的终极注快的考点 但教材有 同学们理解 心里会比较舒服 非得说让您去把那两个 干巴巴的规定背了 可能比较难受 也不难 其实仔细评评也不难 所以还是给大家写了个案例 并且展开的 给大家讲了讲 不用过度纠结 如果你最开始听到 这处案例 觉得消化不了的话 可以先搁置一下 把其他问题解决掉 回头第二遍复习的时候 再来解决 好不说了 再往下走 法人的合并和分立 那这个点呢 我觉得初级的同学们 是应该把握到 并且我们初级本身是涉及到的 第二章马上就涉及到了 所以要理解 首先是法人合并 价材收录的这个条文是说 法人合并 权力义务由合并后的法人 享有和承担 那什么意思呢 首先您得知道 我们这个合并 有什么形式 一 大鱼吃小鱼 胖甲 把兽鱼给吃了 然后变成一个胖胖甲 这就大鱼吃小鱼 文言文叫吸收合并 未来学公司法你会知道 那我们夸一这句话的意思是 大鱼吃小鱼 那么大鱼的债务继续大鱼承担 小鱼的债务也继续由 这个大鱼去承担 是不是 甲乙的债权债务关系 转给这个胖甲 去来承担 好理解吧 再来 我们还有一种合并叫 新社合并 甲 合乙 合并成饼 这叫什么强强联合 可是 假的债权债务怎么办 乙的债权债务怎么办 这句话告诉你 假乙的债权债务 有比 去成绩 好 那我把文言文写在这 您作为一个小知识 把它把握了 到不见得是考点 前面这个叫吸收合并 后面这个叫 新社合并 好 两种合并 这两种合并 我在轻衣里面 都给大家写了例子的 但是有一种合并 我觉得难度太高了 但是第二章还真得讲到 所以稍微给大家说一下 我没写在轻衣里 是这样的 说假公司 看中了乙公司 那么假公司看中了乙公司 把它吸收合并 或者跟他强强联合 是不是OK的 是的 这就我们刚才讲的内容 但关键是 如果假公司是找到了 乙公司的股东 王某 李某 王某持60%的股份 乙某持40%的股份 假呢 把王和李 手上的这个乙公司股份 全买过了 来不难的 稍微想一下 假 找王某 买60%乙的股份 找李某 买40% 乙的股份 那么这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了 发生 乙的股份 100% 有假持有 是不是 买过来了 乙变成了假 100%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那这时候 假是唯一的股东 是不是等于就把乙给全部控制了 所以等于 啊 虽然他们没有变成一个主体 可是 假乙 假乙 从经济效果上 已经是实现了一个吸收合并的效果 好 听懂 这是从效果上 假 效果上 假把乙 给吸收合并了 但是 从主体资格角度上 假 假和乙 目前是一个人 两个人 是两个人 效果上 假乙已经形成了一个合并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效果了 但从法律主体的角度上 假乙还是两家公司 这就是 母公司和子公司是两个主体 所以为什么说 讲的时候给大家讲这条 因为第二章我们会涉及到这个点 写的话 我就没有在轻易里把这个案例写进去 为什么 因为 像刚才的这两种合并 吸收合并 新社合并来说 乙是没有了到 现在只剩假一个主体 假乙这两个主体是没有了到 现在只剩丙一个主体 这两种叫法定合并 未来会合成一个主体 刚刚我们讲的那种买股权的那个 我们是效果上 是合并的效果 但仍然维持两个主体的这样一个法律主体 好 那先听到这儿 未来第二章 我们涉及到 这个档案 单位之间档案怎么一交的时候 就会涉及到这个点 先听一听 理解的成分居多 考出来的几率居小 好 这是合并 紧接着法人分立 法人分立 权利义务是由分立后的法人 连带债权 连带债务 和债权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谈到 甲这家公司 分立为 A和B 两家公司 那么甲的债务 AB 原则上是连带责任 比如说 甲原来欠以100万 这100万 AB 承担连带责任 也就是 以 AB两个人 爱找谁要 找谁要 爱要多少 要多少 除非 跟义约定了 说 全部由A去还 或者全部由B去还 这个地方强调 必须是跟义 去做这个约定 如果AB两私自约定 你50% 我50% 对义是没有效力的 一定是 跟债权约定了 那可以 全部由A还 或者各还50% 按约定走 没有约定 AB对义来说 就是一个连带的关系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分立 甲分立成甲和A 这个我们种多肉 就是这样吗 这盘种大了 掰一块 又来一盘 对呀 这盘还在 掰一块 又来一盘 可以的吧 所以甲分立成 甲和A是OK的 那么 欠义 一百万 怎么办 除非跟义 说清楚 否则 甲A 两个人 对义承担的 连带责任 甲A两个人 以爱找谁要 找谁要 爱要多少 要多少 好 前面我们谈到的 法人的合并和分立 以及 凡设立过程中的 责任承担 都是理解难度 非常高的点 那大家尽力就可以 不用太纠结 反倒是接下来的 法人的解散事由 法人的终止原因 大家一定要充分把握好 这两个内容 非常容易互为干扰下 出现在今年的考题当中的 好 那大家首先要清楚 法人的解散和法人的终止 是两回事情 要区分开 那我在轻衣窄栏部分 给大家做了一个小解释 说法人解散 是法人不能继续存在 也就是解散 是说这个法人 不能活 那不能活 一定就是死了吗 不是呀 死 那是终止啊 所以紧接着 法人终止 是法人资格的 彻底消失 好 那这个小解释 大家可以看一看 但是根本不用去背它 您只需要能够把解散和终止 严格当成两件事情来对待 那这个解释的效果就达到了 解散是不能活 终止呢 是彻底资格消灭 彻底死了 不能活和彻底死 这是两回事情 那我们首先来看 什么情况下 这个法人就不能活 解散是由 首先 法人张成规定的 纯续期间戒码 说了 20年 那20年到了 就不能活 或者 法人张成规定的 其他解散是由出现 当初说好了 出现这种情况 就不能活 可以啊 按张成的规定处理 紧接着 法人的权力机构 你比如说公司的股东会 股东大会 他们形成了一个团体意思 说不能活了 要解散了 可以 还有 因为法人合并或者分离 需要解散 你看 我们讲合并分离 马上就有用途 因为合并分离需要解散 看 胖甲吸收了兽乙变成胖胖甲 那那个兽乙不是需要解散吗 或者 甲乙强强联合 变成了饼 那甲乙需要解散呢 还有 甲分离成A B 那甲需要解散呢 所以因为合并分离 某些主体可能就不能活了 好 紧接着法人 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登记证书 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这个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情形 对考试来说 尤其盯清楚 被吊销营业执照 在很多人的传统的认识里 被吊罩就是死了呗 不 要这样来理解 被吊罩是市场监管局告诉这名法人 你不能活 死到还没死 世间局来的通知 你不能活了 这叫被吊罩 那既然不是死 是盖你不能活了 所以它是一个解散事由 当然类似的 被吊销登记证书 被责令关闭 被撤销 我们都是不能活的一种形式来的 好 这是解散 解散是不能活 终止呢 终止是彻底over 那我们看一下 一不能活了 你不能直接就注销登记 得清算 除非有特殊规定可以不清算 好 清算 清算完了 把登记注销了 这个法人才彻底没有了 一得清算 二得注销登记 那首先 法人解散 包括 决议解散 包括 调照 那紧接着 清算 然后最后注销登记 这个法人才彻底死 所以说解散 是终止的原因之一 但是解散和终止是两回事 解散只是不能活 终止是彻底死 好 再往下走 法人被宣告破产 在这里 大家注意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 法人被调照 是世间局告诉这个法人 不能活 他是解散事由 但是如果法人被人民法宣告破产 是法院直接就一刀把他捅死了 你可以这样比较简单的理解 所以宣告破产是彻底 终止是死亡 调照只是告诉你不能活 两者是不一样的 非常容易干扰相处选择题的 调照是解散事由 然后宣告破产是终止使用 这边是告你不能活 这边是彻底一刀捅死 好 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大家要清楚 我们破产程序是比较复杂的 在生活当中 我们听到这个海航被破产重整 其实他破产程序当中的一种 而重整程序 破产的和解程序 还有破产清算程序 被宣告破产 实际上是进入了破产的这个清算程序 这是第一个要知道 第二个要知道 我们破产程序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会有受理 先人民法院受理这个破产案件 然后经过一大堆事情之后 确实需要宣告破产的 才宣告破产 那这一大堆东西是什么 以后你在更高级别的考试里会学 但在这里要求大家知道 你这么形象的想就行了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 是说这个法人这家公司 比如说有毛病了 严重毛病 送到法院去治 所以这个受理是入院手续 那您琢磨一下 这个有毛病的公司进去治了以后 是不是有可能治好了 活着出来 大多数人进医院之后 还是活着出来的吗 完全可以活着出来 没有被宣告破产 对不对 所以宣告破产是 进了医院之后 悲惨的没能活着出来 被下了死亡通知书了 这叫宣告破产 所以听出第二个层次 在这里要求大家区分什么吗 如果我换一个选项 说这个法人破产案件 被人民法院受理了 他进去住院了 你能说就一定死了 就是终止室游吗 不 必须一定是下了死亡通知书了 被宣告破产了 这才是一个终止室游 好 不出题就罢 要出题的话 就看好这颗星星 下来各项中 属于法人终止室游的有 A 解散 2 被吊销营业执照 C 破产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 D 被宣告破产 解散事被宣告破产事 其他的都不是 或者你跺两脚 干脆把这两个终止原因就死寂了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 解散事由和终止原因 要注意区分 非常容易形成题目 至于说 法人解散之后 有一个清算的问题 除了合并分立 因为合并分立程序是自带清算程序的 所以他就不用单独的执行清算程序了 除此之外的 解散要及时组成清算组去进行清算 那么谁来及时组成清算组呢 这个清算义务人 那可是公司法有公司法的规定 这个要是特别法人 那有特别法人相关的具体规定等等等等 所以每一种组织 他的清算义务人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这里 清算义务人是谁就不给大家展开了 只要求大家知道合并分立 不需要清算 因为他自带清算程序 除此之外的解散都是需要清算 清算完注销登记了 才说彻底终止了 好 那第十一 法人的分支机构 法人是可以设立分支机构的 那么按规定要登记的 这个分支机构也得去办登记 我们以公司为例 但是还是注意啊 我老以公司为例 但是我很怕你就把法人想成公司啊 公司是盈利法人 还有非盈利法人 还有特别法人啊 好公司 公司他可以设立分公司 分公司要报营业执照的 那么分公司是法人的分支机构 它是法人伸出去 延展出去的一个胳膊 要跟我们前面讲合并的时候 给大家举的一个例子去分开 我说甲从乙的股东那里 买了乙百分之一百股权 变成这个乙的母公司 对不对 那那会儿的甲和乙是母子公司的关系 这是两个主体 母子公司是两个主体 只不效果上完全超过我这个一公司 对吧 但是分公司呢 分公司是一家公司 总公司和分公司是一家公司 虽然分公司可以独立 零个营业执照出去 但这是一家公司 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 就像我和我的胳膊 我和我的胳膊 一个人两人 一个人 我和我儿子 一个人两人 那当然是两个人了 所以分公司和子公司 这个一个主体还是两个主体 它是不一样的 总分公司是同一主体 母子公司 这是两个法律主体 好 那么分公司以自己的名义 去从事民事活动 这是OK的 但是外面惹了事 法人承担 要是分公司有财产 可以先一分公司财产承担 没有的话就是法人承担 那你就是想我这只胳膊咯 我这只胳膊在外面瞎惹的事 我来承担呗 要正好手上放着财产 那你拿走 就这么一个意思 好 这是法人的分支机构 需要大家去把握的东西 好 那我们自然人也是一堆相关具体规定 法人呢 不仅是一堆相关具体规定 而且理解难度还比较高 那么这一堆相关具体规定 您可以稍微清理一下 履下来的话 应该是住所 我们怎么形成法人意思 并且表达出去 组织机构的问题 还有就是 从设立到它发生了合并分立 最后解散终止 第三个层次 第四个层次就是 法人可以设分支机构 所以我们写是写了11点 您可以把这11点就按照这四个层次 住所的问题 组织机构的问题 从设立到终止过程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分支机构 四个层次 稍微整合一下 显得要整一点吧 好 那么紧接来 是非法人组织的相关具体规定 这个点也是今年教材新增的 但是它介绍非法人组织 也是引用的民法典型 比较概括的原则性的一些规定 所以我觉得咱们教材写了这一大堆东西 其实最主要的是希望大家知道 非法人组织的所谓的无限责任和无限连带责任 它倒不一定非得出题考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个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规定 第一个 非法人组织 它没有法人自够 对吧 它叫非法人组织 它没有法人自够 但是我们让它以自己的名义 从事活动的组织 那我们前面在大表总数表里面说 非法人组织最典型的是两个 一个是个人独资企业 一个是合伙企业 还记得吗 个人独资企业也好 合伙企业也好 他们都不是属于法人 没有法人资格的 但是他们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 从事民事活动的 那同学们心里一直在想 他没有法人资格就怎么地了吗 到底区别在哪呀 第二条就说了 除非另有规定 否则非法人组织财产 不足以清偿债务的 那么他的出资人 设立人要承担 无限责任 或者有的时候你会看到 多个人一起在承担 所谓的无限责任的时候 就是无限连带责任 对不对 因为教材他引述的不是 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 或者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具体规定 它是民法典的一个 总责篇里头一个概述性责规定 就泛泛的说无限责任 那么 其实就是考试组织部门 希望大家 你知道法人的话 投资者承担的是有限责任 我们给大家讲过公司的问题 对不对 但非法人的话 投资者会有一个无限责任 投资者和这个组织之间 有没有风险隔离墙 有 叫有限责任 法人 没有 会烧火过来 会蔓延过来的 这个是非法人 那这个无限责任 怎么去理解它呢 我给大家写了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 不见得会考初级同学们 就是辅助理解 什么叫做无限责任而已 我们谈到 甲乙丙丁 四个人 共同投资设立了 A 普通合伙企业 那么甲乙丙丁这四个人 我们就叫做这个 A 普通合伙企业的 普通合伙人 好 那 A 如果欠付 B企业是100万的货款 到期 但是到期该还钱的时候 A的全部财产 甲乙丙丁投给他的 他后来自己又中的 甚至别人送的 全部财产 只有60万 在这里 如果这个A是一家公司的话 那这60万还给B 然后我被宣告破产 我A就死了 甲乙丙丁这四个股东的话 他就不用再从兜里掏钱去填 接着还给B了 那叫什么 那叫 有限责任 我们讲 公司股东 一般情况下承担的是 有限责任 所以 A要是家公司的话 60万还给你 然后 我A去被宣告破产去 跟我股东 不会 有直接的关联 不过差那40万 找我股东要去 这叫甲乙丙丁 四个股东 承担有限责任 那是法人 对不对 现在A是个普通合伙企业 它是非法人 那非法人 我们说 投资者要承担无限责任 就体现为什么 第一步 这个A 把这60万拿去还给B 肯定的 因为A 它毕竟是个主体 对吧 我们承认它是个非法人组织 是个主体 所以他欠了债 他的钱先还 但是 非法人组织 悲惨就悲惨在这里 不是还欠着B40万吗 这40万 甲乙丙丁四个人 要去填亏控 那么先A 然后甲乙丙丁还得填亏控 这一步就叫无限责任 先企业后个人 这一步就叫无限责任 那么这40万 我B找甲乙丙丁谁要呢 说对这不足的40万 甲乙丙丁四个人承担连带责任 40万 甲乙丙丁 我B爱找谁要找谁要 在40万范围内 甲乙丙丁四个人 我想要多少 我就自己去分配去要就可以吧 这叫做在B面前 对这40万甲乙丙丁是连带责任 所以我们就讲 这个普通合伙人对企业债务承担的 无限连带责任 先企业 然后才能找甲乙丙丁 说叫无限 那对不足的40万 甲乙丙丁是一个连带的关系 好 这是严谨的给大家讲 那我们把话题收回来 在这里需要大家去get out的一个最核心的点是什么 不见得考 但是需要初级的同学们知道 公司的话 这把火一般不会烧到股东身上了 股东承担有限责任 个人独资企业也好 合伙企业也好 这把火就是会烧到这个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身上 或者是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身上的 所以我们就会讲 非法人组织 他出资人设立人 是有可能要承担无限责任的 除非法律有规定 这个无限责任 这把火会从这个投个人独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那里烧过来 他还得了还 还不了的 我还得套亲钱去填补亏扣 或者 你想想 咱们这块有钱要做生意 那设一家公司和设一家个人独资企业 最突出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从咱自己的风险角度 设公司的话 这钱扔进去 大不了赔完 我不用再掏钱去补啊 但是设个人独资企业的话 那就是这钱扔进去 万一他在外面扔一屁股债回头 债权拿这钱还不了 还得来找我 我还得不停往里扔钱 风险是不是不一样的 只要是要求大家知道这个点 今年呢 我们第一章的教材写了很多 就是民法典总则变很很概括的 很原则性的一些规定 讲呢 给大普出去讲 你把最核心的一个调点抓住就可以了 考我觉得到不见的 非得给他编个案例来考 好 那么紧接着 非法案组织可以确定一人数人代表组织从事民事活动 也就是公司法定代表人 一般就是某某总一个人 但是合伙企业 你比如说会计事务所 他有可能是有N个合伙人一起来执行事务的 叫执行事务 执行合伙事务 当然他也可以只有一个 但有可能是N个合伙人一起执行 好 紧接着 反人组织 他也有可能不能活 比如说 期限建码 解散事由出现 或者是合伙人投资人决定解散 这个道简单了解就行 当然 不管如何解散是要办理清算手续的 好 那么非法人组织 这个相关具体规定这里 我就给大家写了这五条 那么 主体的意思是 希望大家把 非法人组织这个 投资人或者合伙人在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 要填亏空 要从兜里掏钱去承担无限责任这个点给抓住 就可以 好 我们回顾一下第三单元给大家谈到的一个主要的意思 那么首先是法律主体的分类 赞人 组织 国家 那么组织里头 反而组织 非法人组织 反而组织里头有盈利的 非盈利的 特别的 那个表格是我们这个单元最核心的东西 十有八九 主要是考那个表格 然后剩下来的 是从防守角度 实在是不放心 给大家说了这么多 赞人的 时间 出生时间 死亡时间 住所能力 三个能力 包括涉及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 还会谈到独立实施的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 法人 住所怎么定 意思怎么形成 并且执行出去 从他 朔利 到他 被终止 整个过程有哪些规定 最后就是分支机构的问题 非法人组织这里 主要是平好这个无限责任这个词 股东是有限责任 但是你要非法人的话 是有限责任 有可能 出资财产赔光还不算 还得从兜里再掏钱去 舔亏共去 好 这是我们这个单元 要求大家知道的时期 所以我们的这个单元